最近二阳三阳的人又开始多了吧 现在又赶上孩子开学 孩子接触的人群就骤然增多了 感染的风险呢也可能会增加 在三阳的热烂时 我竟然是三阳了 度过了好几次新冠潮 结果就在上个星期去南京玩的时候 感染上了 可是今天呢才刚刚转阴 一边呢也有很多人在经历二阳 甚至是三阳 最近有看到新闻 好多人又是三阳了 没想到现在轮到我阳了 我也是第三次阳 中共病毒在中国持续升温 与此同时 在中国北京 内蒙古呼和浩特 山西等多地出现哮喘患者增加 官方称是雷暴哮喘 近日澎湃新闻报道 重庆之声新闻主播李林 因感冒还被痊愈 9月2日晚锻炼身体时 突发心肌梗塞离世 相关话题引发民众热议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 不相信陆媒宣称的死因 认为与中共病毒有关 据大纪元报道 李林所在的重庆广播电台 被指涉嫌迫害法轮功 看中国9月5日报道 8月最后一周 中国大陆至少载有8名知名教授 研究员病亡 其中5人为中共党员 报道表示 今年高官教授警察 已有近百人病逼 9月5日 有海外华文媒体报道 一位湖北武汉网民发文称 她的母亲8月初 查出疑似食道疾病 从8月30日晚到9月1日 到耶开泰国医堂 汉口馆中医诊所 开药治疗 短短40个小时 服用了4代中药后猝死 该网民表示 咨询专业人士后 怀疑是获得的处方中 每季中药的山豆根含量 属于明显超量使用 导致母亲不幸身亡 目前事件仍在调查 还没有结论 另有华文媒体报道 这是中医门诊 属于三甲门诊 未经授权 盗用耶开泰的上标与商号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王眼乔综合报道